如果抛开哪吒这一传说人物 那么大象就是地球上孕期最长的动物 动物的孕期决定了未来子嗣的体型和寿命 因此大象发情期的两分钟 就要用22个月的孕期来偿还 还想知道关于大象的奇怪的知识吗 别着急 看完视频就能了解大象 这只雌性大象叫做麦瑞 平日里温顺柔和的它 现在被体内的雌雄激素所控制 焦躁地在这片大地上徘徊 麦瑞正在经历它的发情期 无处宣泄的疯长的雌性激素 让麦瑞十分难受 现在的他连饭都顾不上吃 觉也顾不上睡 就前往族群之外寻找心仪的雄像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 大象的族群是有着复杂的社会等级 和秩序的母系社会 像群中都会有一位年长的母像 带领整个族群的迁徙 和维护族群内部的发展 麦瑞在整个成长过程中 都是和妈妈 阿姨 外婆等其他亲戚 同吃同睡 没有见过比自己大的雄像 就连同龄的雄像都很少见 因为对于母系社会的大象群而言 雄像的存在是不被重视的存在 尤其是当雄像长到12至15岁时 成年或是经历发情期的时候 就会被族群毫不留情地扫地出门 因此大象群中通常只有母像 和未成年的雄性大象 所以麦瑞如果想找到合适的雄像交配 只能暂时离开族群 向着远方出发 寻找合适项选 并且沿路将雌性激素随着尿液洒出 留下一个个征配广告 麦瑞能够如愿以偿吗 雄性大象活得比较随意 有的会组团保暖 有的孤身行走江湖 但无一例外的是 在繁殖季的时候 雄像会靠近母像群 想方设法寻找交配和繁殖的机会 大象成熟很晚 早的12岁性成熟 晚的20岁才性成熟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有权力进行交配 至少等到30岁才有资格和其他雄性竞争母像 如果过早就想逞一时熊风 就会被成年的雄像打得落荒而逃 新客是一只今年刚30岁的雄像 此时也处于发情期的他 闻到了麦瑞留下的征配广告 马不停蹄地就沿路赶来寻找心仪的母像 性成熟的公像每年都会进入发情期 长达6个月之久 发情期的公像是最危险的野生动物之一 因为体内的高丸素飙升导致公像脾气暴躁 他们的眼睛和耳朵会分泌含有性性吸塑的液体 这个时候公像会非常积极地寻找伴侣 恰巧的是麦瑞和新客相遇了 并且一见钟情 两只相经过简单地确认对方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前往一旁 互相宣泄压抑已久的荷尔蒙 大象交配很快持续不到一分钟 交配完成后雄性会进入警戒状态 以此来保护雌性免受其他雄性的伤害两天 然后再次与它交配 直到雌性不再发情 雌性成功受孕之后 就会进入长达22个月的孕期 以此来保证后代能够健康地诞生于成长 动物的孕期与自身的寿命和体质有关 大象这种超大型哺乳动物 能够成为地球上孕期最长的动物 也不足为奇 一头公像在进入母象群之后 会通过嗅尿和生殖器来判断母象的生殖状况 公像发情的时候 喜欢在灌木丛或树干上摩擦身体 是因为20至30之间的雄像有性能力 但是并没有交配权利 这种时候的公像被称为最危险的动物也不为过 当它们不满足于摩擦树干和石头的时候 甚至拿犀牛发泄 非洲大陆上有不少因为犀牛不配合 惹火发情中的雄像 就将犀牛用象牙顶死的案例 孔雀有开屏的求偶方式 大象的求偶方式也是非常有趣 他喜欢发出低音泡般的哭声的同时 不停煽动耳朵 俨然像一个歌唱家 来引起母像的注意力 如果有母像听到公像的动静之后 他也会做出回应 不经意暴露自己的位置 随后两人就会深情对唱 不过人类这个时候 是很难紧凭耳朵听到大象之间的情歌 因为大象的情歌属于高频率的超声波 同时大象之间不会轻易选择伴侣 如果母像对某只公像很感兴趣 他会故意从那头公像身边走过 离开母像集团 寻找周围没有人的地方 公像就会立马跟去 并且同时警告其他公像 不准跟随 如果有公像执意打扰 两个公像就会进行角逐 争夺配偶权 因为大象之间没有固定夫妻关系 在一个交配期 母像可以连续与多头公像交配 公像也是如此 而且我们的交配